第八百一十三集 禁忌二十二 禁墓地永和十一年 以卯公元三百五十五年 春季正月 以前求持公杨毅的弟弟杨颂奴 派他姑姑的儿子梁氏王去刺杀杨初 杨初的儿子杨国杀掉了梁氏王的杨颂奴 自立为求持公 桓文上表请求任命杨国为镇北将军 秦州刺事 二月 前秦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白草无遗 牛马没有吃的 于是互相之间啃食身上的毛 夏季四月 前燕主慕容郡从河龙返回继城 在此之前 幽州济州的百姓认为 慕容郡已经东迁河龙 因此互相侵扰 拒地劫疾 慕容郡返回之后 群臣请求讨伐他们 慕容郡说 这帮小人因为镇去东部地区巡视 所以才互相猜忌作乱 如今镇已返回 用不了多久 他们自己就会安定了 不值得去讨伐 兰陵太守孙黑 吉北太守高柱 剑兴太守高 以及前秦河内太守王慧 黎阳太守韩高 全部投降了前沿 将自己占据的郡 拱手相让 前秦淮南王福生 在小时候丧失了一只眼睛 所以性情暴力 他的祖父福洪 曾经和他开玩笑说 我听说 虾儿只有一只眼流泪 是真的吗 福生听后发怒了 拔出佩刀 就刺向自己的瞎眼 鲜血直流 说 这就是另外一只眼的眼泪 福洪见状十分震惊 用鞭子打他 福生说 我生性能够忍耐刀枪剑矛 但不堪忍受鞭挡 福洪对福生的父亲福建说 这个儿子性情狂暴 形势悖逸 应当尽早除掉他 不然一定会导致家破人亡的 福建正准备杀掉福生 福建的弟弟福雄劝阻说 儿子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改变 怎么能这样急不可耐呢 等到福生长大以后 能够力举千军 徒手和猛兽波动 跑起来赶得上奔驰的骏马 鸡刺设其各种武艺 全都冠绝一时 太子福长死后 强太后想立小儿子晋王福柳 前秦国主福建认为 衬文中有三扬五眼的字样 于是就立福生为太子 任命司空平昌王福京为太位 尚书令王舵为司空 私立校尉梁棱为尚书令 姚乡的部下大多都劝他北返 姚乡听从了 五月姚乡在外皇攻他 晋朝官军将军高纪 恰好这时高纪去世了 姚乡便进军占据了去昌 六月初六 前秦国主福建患兵 卧床不起 初时平昌王福京 率兵进入东宫 准备杀掉太子福生而自闭 这时福生正在西宫 服侍患兵的福建 福建以为福建已经死了 便攻打东叶门 福建听到变故的消息后 登上端门 部署兵力自卫 福建的兵重看到福建后 十分惶恐害怕 全都丢下武器四处逃散 福建抓住了福建 蜀说了他的罪行后把他杀死 其余的人则不加以追究 十二日 前秦任命大司马 武都王福安 为都督中外驻军事 十四日 福建召唤太师于尊 丞相雷若尔 太父毛贵 司空王队 尚书令梁冷 左仆叶梁安 右仆叶段纯 吏部尚书辛劳等人 前来接受遗诏 辅佐朝政 福建对太子福生说 六仪酋长将帅 以及大臣中握有权力的人 如果不听从你的命令 就应该逐渐把他除掉 臣司马光说 天子临终前 之所以要嘱托大臣附政 是要靠他们来辅佐教导太子 以此来作为太子的羽翼 既然是羽翼 却又告诉太子要杀掉他们 这不就是自取灭亡吗 如果知道他不忠诚 不加以任用就是了 既然唯以重任 而又横加猜忌 正所谓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而他这样做 一定会照来祸患的 十五日 福建去世 世号为景明皇帝 妙号为高祖 十六日 太子福生即位 实行大赦 改年号为寿光 群臣上座说 即位不满一年就改年号 不合乎鼓礼啊 福生很愤怒 于是就深入追查提议的主谋 查到了右蒲叶段纯 然后杀掉了他 秋季七月 东晋朝廷任命力部上书周敏为左蒲叶 有人向会计王司马玉报告说 武灵王司马的宫中 大量准备武器 看来将要图谋政变呢 司马玉把这情况告诉了太常王标志 王标志说 武灵王的志向 全都在驰骋狩猎方面而已 愿您安静下来 然后去平息各种议论 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了 司马玉觉得此话有理 前秦国主福生 尊奉母亲强侍为皇太后 立妃子梁氏为皇后 梁氏是梁安的女儿 任命她的宠臣 太子门大父 南安人赵韶为右蒲叶 太子涉人赵惠为中护军 著作郎董荣为尚书 前梁王张作为人淫乱暴虐 做出了惨无人道的事情 上上下下的人都非常怨恨她 对她的行为也感到非常的愤怒 张作憎恨河南刺史张 因为张很强大 于是张作便派张叶太守索福 代替张镇守喊 派张去讨伐反叛的胡人 又派手下的将领义揣张领 率领一万三千名步兵骑兵 去袭击掌 张叶人王鸾 懂得阴阳占卜之术 他对张作说 这支部队一定是有出无还的 我想梁国将要危险了 同时还仔细随数了张作 三个方面的不义之举 张作听后勃然大怒 便说王鸾宣扬妖言犯了罪 然后将他斩首释住 王鸾临行前说 我死了以后 军队一定会失败 国王也一定会衰败 必定如此 张作怒不可 把他整个家族的人全都杀死 张听说这一消息后 立刻杀掉了索福 起兵攻打张作 他将讨伐习文传递到各州郡 宣称废除张作 让他以侯爵的身份回家 重新立梁宁侯张耀玲为王 一揣张灵的军队刚刚渡过黄河 张就击败了他们 一揣等人单身匹马往回逃奔 张的军队紧追不舍 孤当城里的人都感到震惊害怕 萧綦将军 敦皇人宋魂的哥哥宋和张作有矛盾 宋魂害怕张作家伙到自己头上 八月 宋魂和他的弟弟宋程向西逃走 聚集了数万人以后 又掉头开往故葬 打算去侧应仗 张作派杨胡秋把张耀玲带到东院 搬断他的腰之后 把他斩杀了 尸体埋在沙坑当中 定嗜好为挨拱 前秦国主福生 封魏大将军福黄梅为广平王 封前将军福飞为新兴王 这两人都是他平常很喜欢的人 征兆大司马武都王福安 兼太尉 任命晋王福柳为 郑东大将军 并周牧 镇守蒲板 任命魏王福为 镇东大将军 玉周牧 镇守闪城 中书建胡文 中书令王渝对福生禁言说 近来一星划过大角星座 火星进入景朽 大角是帝王的星座 景朽则是前秦朝的分野 经过占占 不出三年 就会出现帝王皇后死亡 大臣被杀的事情 愿陛下修行得性 以此来避免丧乱的出现 福生说 皇后和朕一起统治天下 可以应验大丧的出现 太父毛贵 车骑将军梁棱 左仆叶梁安 接受遗诏辅佐朝政 可以应验大臣的结局 九月 福生便杀掉了皇后梁氏 以及毛贵梁棱梁安 毛贵是皇后的舅舅 右仆叶赵少 中护军赵慧 都是洛州刺士赵聚的堂弟 得宠于福生 于是福生便任命赵聚为尚书令 赵聚以换兵为由 坚决推辞 并对赵少赵慧说 你们不顾及祖宗了 啊 想要干出灭门的事情吗 毛梁等人何罪之有 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我何公之有啊 怎么能取代他们 你们可以自以为是 可是我大概快要死了 于是赵聚忧郁而死 前梁宋魂的军队 驻扎在武史的大湖边 挨到张耀灵 润六月 宋魂的部队抵达孤赃 前梁王张作 拘捕了张的弟弟张举 及儿子张松 准备要杀掉他们 张举张松听说后 招募了城里的数百人 公开宣称 张作无道 我哥哥的大军 已经抵达城东 敢动手杀我们的人 诛灭三族 于是打开西城门 让宋魂的军队进城 领军将军赵长等人 因为自己也犯下了 张作那样的罪行 所以心中十分害怕 他们入宫 请张成华的母亲马氏 登堂升殿 立梁武侯张玄亮为国主 义揣等人率兵进入殿堂 拘捕了赵长等人 杀掉了他们 张作在殿堂上 福建大喊 命令左右的人奋力战斗 张作平时就失掉了民心 这时呢 没有人肯为他去战斗 于是被士兵杀掉 宋魂等人砍下他的手机 用来示众 公告宫廷内外 张作的尸体暴露在路旁 城里的人们听到之后 都高呼万岁 宋魂等人把张作 按照普通百姓的规格 进行埋葬 并且杀了他的两个儿子 宋魂张局 尚书东晋朝廷 请立张玄亮为大将军 梁州睦西平宫 在境内实行大赦 纪年 恢复为 渐兴四十三年 这时 张玄亮 刚七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